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锋 你怎么了 小少爷 王 小少爷体内的血脉之力 包走了 刀叔 用上手的方法试试 鱼儿 鱼儿 你 你们快离开这儿 尘封 又失控了 尘封 赶爬龙棍 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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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少爷体内的力量 比上次进墙了数倍有余 是他 多谢前辈出手相助 多谢前辈 无须多礼 此次对决 陈公子的表现 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 天元皇朝第一天才 非你莫说 前辈谬赞 不过 今日之事颇为蹊跷 我拿捏不准 想请陈公子入宫面圣 天元至尊 如此说来 玄元家明里暗里 助你进化血脉 其实 土谋不轨 我也不能肯定 但他们行事诡谓 背后一定藏着 不可告人的秘密 可否 让朕看看 这玉佩 你收好 能够暂时压制 你体内的血脉暴走 多谢至尊赐宝 不过 朕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你这血脉 潜力无穷 日后还有进化可能 这点 连朕也没有办法阻止 如今还能压制 已是极限 没想到 连至尊都束手无策 究竟是 轩辕血脉 本身强大 还是 敢问至尊 是否知道轩辕家的线索 不知 况且 以你如今的实力 还是不要轻易招惹 轩辕家为好 母亲受难 尘封又怎能做事不管呢 也罢 命由急躁 扶元子谋 去或不去 都有你来决定 红袖楼 去那里干什么 道书 是你把我家尘封带坏了 少夫人 你误会了 此行只为参加诗会 是吗 什么诗会 非要去红袖楼 少夫人 你可知 这红袖楼的主人是谁 曼陀罗花节诗会 历来由天元皇族主持举办 而这红袖楼的主人 正是当今至尊的女儿 曲阳公主 那又如何 先前在宫中 老奴的记忆已经解开了一部分 主人所在的位置 我记起来了 母亲他 在哪儿 昭队 昭阁天子城 历史上只有各国天子才有资格进入昭阁天子城 而天元皇室传承悠久 定有去过的前人 那么 出身天元皇室的曲阳公主 极有可能知晓 昭阁天子城的位置 看来 这失会我是非去不可了 为何至尊不直接告诉我 人家就是故意不告诉你的 为什么 要是直接说了 哪还能轮得到他女儿出场 他女儿不出场 又怎能套住 你这个天元皇朝第一天才的心呢 至尊看走眼了 天底下谁不知道 我陈锋只中意韩育儿一人 华言巧语 天地为证 少来 这次失会我也要去 这是当然